2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中国货运量保持较快增长 前五个月全社会完成营业性货运量 同比增长6% 专家指出货运量能直接反映经济景气情况 某种程度上是经济的晴雨表 货运数据从一个侧面上说明 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稳中向好 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1至5月 中国货运量保持较快增长 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99.9亿吨 同比增长6% 完成快递业务量223亿件 同比增长24.9% 港口货物吞吐量平稳增长 1至5月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 同比增长4.1% 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同比增长5.2% 交通运输经济平稳运行 主要指标保持在合理区间 行业结构持续优化 主要的经济工作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对经济社会发展 支撑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 分析指出 食物量指标是经济先行指标 今年前5个月 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4.9% 铁路货运量同比增长4.97% 其中5月份同比增长8.27% 全路平均装车量稳定在往年历史最高点附近 公路方面 货车活跃度明显增加 平台日均活跃货车量约为364万辆 平均每天活跃率超过60% 比去年同期增长8% 车辆每月平均营运天数为18天 比去年同期增长5.9% 上述数据从一个侧面说明 尽管面临下行压力 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稳中向好 展现出巨大的发展韧性和潜力 国家统计局数据印证了这一趋势 今年前5个月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6.0% 其中技术含量比较高 附加值比较高的行业增长保持较快 对工业增长的带动作用不断提升 与此同时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同比增长8.1% 全国网上零售额 同比增长17.8% 一系列数据释放出 经济持续转型升级的积极信号 交通运输部表示 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 加快推进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 提高综合交通网络效率 降低物流成本等重点任务 取得积极成效 同时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保持高位运行态势 一大批超级工程建成或载建 公路交通网络的逐步完善 和一些重大工程的持续建设 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众出行 提供了坚实基础 出场的通幅 钟 Nein 把它 听到 对 对